深夜不用做路有這間重辦現代感的建築 其實它是在地經營幾十年的簡餐店 日前刷到有目前的地點 投資人有所說話將有自己的循環 他說當初起床的時候 就像他當初來設計在做 為設計到感覺都自己來 自己做不到的對車朋友到三天 我沒有辦法獨立去完成 所以我就必須要有一個設計師的朋友來協助我 然後去做這些規劃的動作 然後再去跟我的公班 跟我的水電去溝通 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很堅持一個信念就是說 這就是我的家 常來的空間處處可以看到老闆娘的用心 像是這批牆 定現為開港到萬港的紀錄 還有這裡的座位 一部份是收藏 另外一部份是老闆娘跟他們客廳的作品 像包括我們的家具啊桌椅啊 那很多的擺設品 有一部分是我的收藏 那像牆壁上我們一樓這邊的 抽象畫是我乾爹 我乾爹是一個很棒的抽象畫家 他留給我很多的畫作 那我覺得我的這個餐廳裡面 因為有他的畫 他更會與眾不同 所說話說他沒有從這裡當作一個最重要的空間 並對著多次治癒的聲音 他表示說這是他自己的組合挑戰 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他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什麼 某一種實力上的展現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的心情只是告訴我自己 我如何去堅持我從2005到現在的那個初心 那我的成長 我一路上的成長 我從鄉村風 家居風到一個 完全現代感的建築 我覺得那呈現的是我的心性 我的自我挑戰 但我有一個立體 所說話說當初是想跟社區共好 才會保留這個精華的苦力 他說他這麼願意來分享這個空間 來這裡 幻想得到的療癒 得到的感動 歡迎大家用自己的角度來體會 南天新聞 奧依地是贏了彩虹波兜